我是被Carol的老婆公知 好,這樣聽得到嗎? 可以聽得到嗎? OK,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對,然後先跟唐正偉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名字叫狗狗 對,他們做的其實比較出名的FG Husko 我知道,我們在實名字的時候 非常請大家來請 對,超前部署 謝謝 然後所以跟唐正偉介紹一下 然後我叫Jab 對,然後我們三個Founder Jacky,他是我們財務長 然後我是基金長 然後我們的CTO 對,Renny 然後我們的Monting負責人 對,然後就是我們現在其實組成一個防炸陣線 對,所以我們同一個站隊 OK,防炸站隊 對,防炸站隊 OK 然後Carol從那個紐約連線進來 是是是,所以這是防炸站隊的紐約代表 奶嗎?他現在半夜都要起來餵奶 對,我有理解 對,你有理解的事情 本來也沒有什麼失去了 哈哈哈哈 是 剛好也是那個Limona介紹 對,他其實認識你之後 我覺得整個種子基地就成長很多 然後他也常常跟我提到你這樣子 對 我覺得,陳真也要不要一起 沒關係,沒關係 還好,還好 其實我們攝影師是可以先吃 因為那個也是他的 要定教就好了 所以你要定教 因為我們也不會動來動去 對,我們也不會亂動 對對對 不會突然跑去 跑來跑去 對,他來請 對,然後今天主要來就是有一系列的議題 但是我認為都是跟就是 開放證 然後怎麼集中的資歷有關的問題 然後想來跟你請教一下 對,那也是簡單先 那個Background 我們公司是2012年成立的 然後一直走到今天 其實我們就是三個方法都在 那我們很專注一個題目 就是我們希望用科技 以及重能力量來解決 所謂虛假訊息的問題 所以才會從電話走到簡訊 然後到現在跟Carol一起 我們想說怎麼在甚至Messenger 因為整個Communication Network已經移到Messenger上了 是啊 是啊 像那個防詐達人 他們也是從萬一起家 就是40科技的 他們也有在想說 Messenger 對,因為其實 這其實是 跟我們以前解決的垃圾郵件一樣 就是你解決一個部分 那他就沒有回報 沒有回報並不是他就 這個就是從兩毛 不是這樣子 而是他就跑去另外一個管道 沒錯 沒錯 因為我們其實看到整個 詐騙集團的典範在轉 因為真正的 詐騙是發生在人和人之間 可是Media一直在跳 甚至我們最近在抓一些Behaviour是 他怎麼透過可能社交工程 一開始是在App裡面 然後後來轉到Messenger 後來轉到Call 轉到SMS 他Identity可能會一直變 然後後面是同一個Block 是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整個題目 其實是 他不是一間公司可以解決的 甚至不是在單一平台上可以解決的 那想來跟你請教就是 我們其實在台灣 雖然我們自詢做到全球 但台灣還是做得最好 那國際有一些聲量 但我們認為可以做得更好 那台灣我們跟政府 其實打架到一開始跟那個 警政署 對 跟165 對 那我們花了很長時間 那現在雙方其實有一定又不幸災 對 那我們就在思考如果從民的高度來看 行政院的高度 對 這樣子一個屬於全民的問題 我們除了跟警政署單位合作 還有沒有什麼可能的空間 然後一起集中人 甚至很不利 要把這一次做可能 對啊 那個房價達人有參加那一次 Take Challenge 好像沒有看到你們 對 對啊 我們可能幫著 幫著透漲海外 對對對 你們參加完他們就不一定第一名了 哈哈 不敢 不敢 我們後來跟Paul 又在聊 因為其實這類的服務我們認為是越多越好 沒錯 就大家一起來做 對啊 對啊 因為其實他們這些froster 其實也有一個生態系 他們也會互相分享 他們的best practice 所以他們都這個互相結盟了 那我們這些如果不互相結盟 反而被他們個個擊破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像辦那個Tech Challenge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說不管是電話詐騙也好 或你剛才講的app-based 或者是這些e-to-e的那個渠道 那又或者像是一些比較 它不是covert 它就是overt 就是一些不實訊息投放 好比像說當時這個想要改變台灣人對於香港抗爭者的想法 那種東西 它其實是在state media上面投放 它已經不是傳統上意義上的詐騙了 可以說是國家力量的行動了 但是其實這些手法都是非常類似的 表示說他們有在互相分享playbook 對 那這個也包含像俄羅斯的playbook 等等很多playbook 對 所以他們也是一個跨國的一個學習圈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邊也需要有一個跨國的學習圈才行 對 那這部分其實AIT非常的積極 在我們簽署 就是我們防疫的那個join statement之前 其實就pandemic之前 其實我們主要的這種跨國合作 像透過一個叫GCTF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日本台灣美國共同黨host 然後我們再找一個深受這種危害的國家來當第四個host 然後一起來辦國際研討會 然後來share我們這些的best practice 所以像防炸大人都是在那個平台上面去出現的 了解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是liberal democracy 我們都不希望是說 在對付詐騙 對付就是假訊息危害的過程裡面 把我們自己變成好像回到戒嚴的那個狀況嘛 對 我們都不希望 所以群眾之力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因為這個問題一開始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是電台而產生的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他也必須要變成每個人都是防炸大人 或者每個人都是就是願意檢舉達人 等等的這些達人來解決 那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這是我們國際合作 雖然現在即使是pandemic pandemic裡面的infodemic 仍然是我們GCTF的一個主要題目 OK OK 所以像你剛剛提到這些場合 希望之後如果有機會我們也可以上去分享 對阿對阿真的真的 非常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我們不是只是在嘗試 我們是已經有很多已經ready to help 像那個Covac 他們去駐阿龍龍大學一分享 就出現了Covac.org 然後你上去看都是泰文 那就是因為那opensource嘛 那就直接用了 然後雖然當然他們就是還是一些 什麼賣假藥的啊 什麼的那種錢是比較多嘛 因為畢竟政治的訊息在他們那邊沒有那麼好 對但是等於是說 至少是他們的社會部門知道說 原來有這套模式 那他也可以去反向lobby 他們的經濟部門說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創業題目啊 那這個時候就是像你們出場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是一門好生命 這樣子 而且你剛剛提到一個跨國的合作在上面其實是有些重效的 那我可以舉個例子 因為台灣我們很早開始創業 那為什麼很早開始創業 是因為當時台灣詐騙其實 Ahead of the time 就是全球大概最多詐騙在台灣 對對對 從那時候那個賽馬 然後到你兒子被綁架 對這種裝熟型的詐騙 其實你會發現 它七八年後才開始在日本出現 是是是 所以像這種情節 超前部數 我們可以事先學生 對 那我們後來發現另外一個現象 是因為我們的user其實是遍級在東亞 例如說到馬來西亞泰國 然後在東北亞 就是韓國跟日本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 連詐騙集團本身的供應鏈都是全場 是是是 Mason the world 對 我覺得它的電話其實是在當地 它電話是從非洲來 然後那一批電話會打完馬來西亞打泰國 打完泰國打台灣 所以我們等於是可以防止於國境之外 對 就這一批都是同一個協助工藝商 對 那我們就事先 當它發現它是一個 用同一個playbook 跟同一個工藝商在做事 我們就把它一次給防除下來 而且我們可能會優先先知道這些電話號碼 對 從剛才就有所說 其實現在日本的狀況 詐騙狀況有點像十年前的台灣 對 所以我們就很好去協助他們怎麼去放 對 我們就發現說 就像你剛剛講 可能某些地方 它是賣假藥的題目 對 我相信有些社會已經規範比較好 不會有賣假藥的問題 對 但這些事情會一直重演 對 我們就看到日本其實在重演 台灣當初重演的事情 對 然後最近又發生一個題目 我發現說 這東西不是老梗 比如說你在當地一定不是老梗 對啊 WHO上個禮拜才說 要開始戴口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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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有趣 這其實是整個 整個當當當當這個社會 它不是單一國家 它是Global的時候 其實資訊的傳遞 會會真的可以幫上忙 嚇死啊 對 好啊那我想未來就是 就是不管去是TF也好 我們辦的一些workshop也好 因為他們後來都發現 你辦一場實體的 其實可以辦起場線上的 哈哈哈哈 多了很多分享的這個空間 對 對 OK 然後其實剛剛這個題目就是 其實我們在台灣 我相信我們有些本土流史 包括我們是這個文化底下的大 所以我們去談一些 可能跟政府的合作相對容易 可是我們發現當現在 我們集中到日本去了 對 因為日本的詐騙 因為這個pandemic其實非常嚴重 所以你們在日本是 那家公司是台灣公司的資公司 還是搬過來還是怎麼樣 是那家公司 我們100%holding之後 對 我們本來去聊的時候 是談說branch 對 可是你發現日本市場 他覺得你要就是 他不是很喜歡branch 對 他就branch應該隨時關掉 對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一個 完全獨一公司 只是holding company 了解 對 現在程度比較高 對 現在開始在跟當地 就是 我們其實是先去福岡 因為福岡對時代是非常好看 戰略特區 對 沒錯 我們去外面我們開始在當地 害人 然後我們展現的一些complement 我們要這樣做 那當我們開始去 分享說 我們在每個國家 開始跟政府合作的時候 我們其實得到的都是 啊 這可能在我們當地很困難 例如我們就聊到 我們在台灣跟建設處的合作關係 對啊 還有我們可證的國家 對啊 聽到第一反應就是 為什麼你們可以做成這麼開放 因為他們想像裡面一個 警察單位要跟私人機構合作 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對對 所以我其實想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 當我們進到每個國家 其實政府都是我們很重要的候選 當然 對 因為這是一個社會議題 對 那舉一個日本為例好了 有沒有什麼就是PETBO 從日本的角度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怎麼切入會更適合 對 其實像我自己去參加 像大家可能比較知道 我跑去改東京讀的網站 的這件事情 對 對 那這個 對 確實如此 IT大成 對 對 那就是已經變成一個 那個二次元素材庫的狀況了 其實跟我本人 已經關係不大了 對 對 我們民主政體到底哪裡來大成 但是 無論 對 那均主立憲政體才有東西 對 對 那所以我碰到一次說 我去改的時候 我其實並不是透過外交管道 我也不是打個電話去給他們的 這個什麼日臺什麼交流協會 請他們去問東京讀知識 願不願意簽一個MOU 讓我們去改網站 都不是嘛 我們是透過這個Carol很熟悉的 叫做Co for Japan 跟G0V 對這兩個社群 因為他們有一起辦過黑客松 所以他們其實彼此非常的熟 那所以呢 他們的那個網站 就是他們的社群開發的 那那個社群為什麼會獲得 他們東京都的信任 那就是因為他們應該是在311的時候 有去做過 就是好像有些地方他斷訓 或怎麼樣 物資需要分配啊等等 等於就是他們當地的公民 就是公民科技家 對 那因為尤其是救災嘛 因為日本跟台灣一樣 就是颱風啊地震啊 那時候就會出現這種 有遠距的 有物資的 有各種各樣的需要 對 所以有參加這些的 好像MINE本身也是這樣子來的 對 就是有參加這樣子的科技團隊 就會受到政府的信任 至少地方政府一定很信任他們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他們就一片廢墟了嘛 對 那所以從那樣子的角度來看 我去透過Cover Japan的這個 他們幫政府做的專案 而我其實不是幫東京都 而是幫Cover Japan改錯字 的這件事情 就是傳統上會叫第二軌外交 或公眾外交 但是其實在台灣 這個才是主要的外交管道 那原因大家都很清楚 對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規定 我們現在都不會說第三部門 第二軌 我們就說社會部門 公眾外交 那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其實數位外交的一個特色 就是找到跟當地政府關係已經很良好 但是又是用開放式創新 特別是Open Source的方式的公民科技社群 然後因為他開放社群的特色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嘛 那你就加入啊 而甚至你還不用公司的身份加入啊 對 你就用我是一個來福岡的 這個會記住的青年的這個身份加入 那你碰巧解決他的問題的話 那你的商業模式就可以順理成章的進入 那但是他要先信任你這個人 而不是你這家公司 因為你這家公司畢竟是外國公司 對 他為什麼要先信任你 對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 就先跟社群混熟啦 Cofor Japan事實上全日本都有支部 所以如果他有Cofor福 剛剛我是一點都不意外 OK OK 好 這個我會跟Carol一起合理 好的 像我們在紐約就是跟Beta NYC合作啊 跟GovLab 其實全Cofor America那個體系 其實全世界都有這種體系 是 我當然也是希望像 剛才Melody說說 其實現在很多日本人都很蜂蜜 是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一個機會啊 比如說明天的很多聽眾 其實都是本人 如果可以提到 比如說像我們的服務在台灣 是多麼有用 對啊 當然啊 對當地他們那麼蜂蜜你的情況之下 其實如果提到 沒問題啊 沒問題啊 當然當然 而且尤其我那一堆Flickr貼圖 我們都可以看到什麼 常風過台灣 就是我沒有特別 對我沒有特別限制使用嘛 所以到了Flickr隨便撈 對 就是設計對白嘛 這個都是很OK的 對 對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Jerry想提到的是 因為畢竟我們做整個 對 你說明天的文字 不好意思 明天早上7點有個活動 嗯哼 明早上7點 因為我不確定你值得 有有有 對 那一個 那是後天 後天 星期五早上7點 親一下 好 好 好 對啊沒問題啊 我也可以稍微提到一下 這是沒有問題 不過 因為我是靠 有一個叫Slide的網站 不是啊 在 就是票數高的 我才會 回答 所以可能就是你們要稍微 先準備一下 安裝 對對 不過當然以你們的技術能力 這個 開一些 開一些Celenium去投票 也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一些事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次教訓你放到司令 瓜哥你操作一下 哈哈 對對 對對 然後最最最最主要就是 呃 提到其實公司 從創立幾天 我們正有個slogan 叫Bill Hall Trust 就是我們認為我們整間公司 不管你做什麼創新 就是要為了解決這個信任的問題嘛 所以我相信 在未來就是 日本這個案例 我們其實在各國 都會呃 開始跟政府更多合作 因為我們在台灣這邊做不錯 嗯 那也因而得到Trust 因而可以把這影響力 就是一起傳統起來 所以你希望日本還是各國 就又可以多有機會 你們在日本現在有多少 不管是employee 或者是partner 廣義的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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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目前有 兩三個 但都是contractor 然後其實本來應該公司 已經設立起來 但是他們的 公司設立 paperwork 最後一關是 Founder 應該說CEO 或創立公司的人 廟室 在邊郊 所以卡在這一步 是理解 還在等我們的商務人士 可以拜訪日本 還在等那個泡泡 對 旅行泡泡 對 然後當這件事情 可以過去之後 設立起來 這些contractor 就會變成政治員工 對 因為日本對撞 老資聘股關係 其實要處理得非常重 所以我們很快會 投入蠻多的資源 在解決日本的這些 虛假的資訊 到詐騙電話問題 對 就真的是希望說 台灣的軟實力 就是被國際看到 對 那其實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model 譬如說像去世科技 全世界都我們知道 去世科技的方法 對 一個自然能力 然後到現在的方法 那像我們 就是在app上面 或電信詐騙等等 那是希望說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這樣子 對 那該局我還沒有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在日本、韓國 然後台灣、香港 然後泰國、馬來西亞跟巴西 對 最遠到巴西 最遠在巴西 對 大概加起來每天再用來 一千多萬人的信用 那是希望 逐步擴展 那其實我們常戲稱 詐騙集團 到哪裡 我們就到那邊 對 因為他們的手法 其實都還蠻一致的 那如果比較深入一點 可能政府就是會 跟我們來合作 等等 每個國家的風速民情器不同 對 像我們現在在跟東南亞一些 政府機關式的大交道 那不然說其實還是很不一樣 對 這個談判的過程 然後各種方向 可能 就是我覺得文化差異 都還是造成很大阻礙 我首先他們覺得 台灣的科技能力還蠻厲害 所以當Rose Code出來 他又不是一個錄織或是對阿 對阿 就是 特別的 特別的可以寫的 對 是 有沒有人問過你們 就是跟Gogoro的 就是 我們先的好嗎 哈哈 說的好 對對對 我們是Gogoro的 誰參考誰 哈哈 是 你們先 我們先 只是因為我們比較有名的產品是 Rose Code 對 我們當初創業的時候 Gogoro就是 想說 邊走邊看 低頭出 所以就是Mobile Application 所以公司叫Gogoro 那一開始我們就不覺得 只會有一個Rose Code 對 其實今天我們把這個 所謂的 我們講Trust的題目 我們也做到2B 例如說 幾個銀行 跟我們合作 然後內部用來做 Hentai Flow的系統 或Hatming單 其實也是我們提供的 對 因為電話號碼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ID 對 對 然後 再提到的時候 剛剛 曾文有提到說 就是 那個 資本上的一個出廠 對啊 其實也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大概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跟這一輪 三輪新的股東 像國胎 或是一些群衣 還有一些投資人 再加上我們三個 當初投資人 當初出廠拿到一個價錢 一起把內部的部分 其實有點慢慢的 收回 所以 內部其實變成 台灣隊 一直到現在 那他們還是我們的股東 不過這個小股東 一直不斷的協助我們 那非常好 Line Never也是我們的股東 但是團隊現在對於整間公司的 不管是決策方向 還是擁有權 其實都是最大的 OK 那這其實是我們三個方法 從創業底 一直很興奮的關係 對 就是能夠專注 在集合一群人 然後用科技的力量 解決一些 我們認為 這世界上會因為有我們整個 不同的事情 非常棒 大概是我們每天早上起床 不動機 對啊 有時候我常跟他們講說 就是壓力很大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使用者的回報 對 很多人就會想說 就很感謝 對啊 什麼大大醫生平安 對 解決了很多詐騙的問題 而且他們昨天沒有接到 對對對 或是減少了很多 他自己接到很多推銷的電話 是 其實我們會更有動力 比如說使用者的回報跟信任 OK 是 好 今天就是大概先跟從這邊認識一下 先認識一下 然後之後就是我們很希望可以持續跟你請教 對因為我們會有很多這種需要跟政府官司 我覺得 一般政府或者是我們所謂的公民 這一塊的力量 然後多跟你請例 就是 日本其實現在是我們一個重點國家 然後但是也還有東南亞等等地方 對 好啊 那所以就禮拜五見 好 如果禮拜五有人在slido上面提到 對 提到的話 就是我就會非常願意來分享 其實這一次在 就是172.0的時候 你們真的幫了非常大的忙 那也是借這個機會當面跟大家道歉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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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中文的支持 對 謝謝 感謝Carol 謝謝 謝謝 Carol 有什麼話要說 就是大家的對場 嗯 ok 你知道上次上次聊到 就說我們可能要找個機會跟你這邊討教一下 然後就在Carol你一起來 然後就說他還簽一些功課對不對 嗯 確實如此 哈哈哈哈 就是剛剛當他們的要問的時候 是現在回那個就是兩拍組 我知道 總統被黑客松的評審 對這個真的是很很很兼具繁重的工作 但是最後我們也產生出 對產生出24個很棒的團隊 對其實我們接下來七天我們的國際組還開放報名 對所以如果剛好有朋友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請他看一下造統被黑客松的國際組 OK 因為他就是跟Procurement比較有關 那當然我知道你們在做的事情 Procurement大概關係不大 但是我想Open Contracting也是一個 剛剛我們講到的就是中人之力 就是一起來看在採購過程裡面可以怎麼樣更善用公款 的這個能力 所以如果他們剛好也有這個部分認識的朋友的話 那至少就是先報名 先報名再慢慢就是把東西做出來 OK 那就是還有一個星期也很鼓勵日本朋友參加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